自称小丑羡慕张新宇婚礼,经历过生死的刘雨昕能否再度站起来? 门树悠悠闲远就昨天的娱乐圈来说,可以是喜剧悲剧一起在上演。 张新宇网上分享的婚礼视频让不少网友跟着泪奔,而另一边却是女星刘雨昕自杀未遂的消息。 一时间网友也是有点猛,说真的,一直以来那些选择自杀的人不大容易得到同情,因为在很多人眼里自杀是一种极端自杀的逃避行为。 刘雨昕有女儿有父母,有人说如今的身体已经不只是属于一个人,想想女儿和父母也不该出现这种不负责的自杀行为。 刘雨昕的自杀行为也让娱乐圈另外一个明星成为众矢之地。 那就是被传当时插足刘雨昕姑娘的第三者张芒。 虽然刘雨昕曾经就为张芒被骂发过声明,说感情和他人无关,甚至还是活原谅张芒。 这次自杀行为却又把张芒送上热搜榜,但是随后刘雨昕也说整件事和他人无关,让网友停止无端的猜疑,还说网友暴力很可怕。 其实就刘雨昕的行为来说,有人说经历过生死的人才会看清楚很多事,而且今后刘雨昕可能会选择继续努力的生活。 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网友,很多时候网上的头像也能稍微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 不少明星们几乎都是自己的或者是家人孩子的照片当头像,不然也是些看起来和美感很有意境的图片当头像。 刘雨昕曾经的微博头像也是自己的照片,说明她还是很爱自己当,但是经历过生死的刘雨昕却把头像换了,化成一个小丑的头衔,而且在她经历生死之后发了一段长文,文字里的重点就是那句。 我的心里住着一个童话的城堡可现实,我只能穿着小丑的外袍,虽然刘雨昕自称是小丑,但是在经历生死之后,会美好的东西还是先存羡慕。 今天看着心语婚礼的视频,为她开心,也羡慕,我也想有一天能够幸福地牵着真爱我的人的手,有她在我就再也不会害怕。 对于刘雨昕自杀未遂的和自败网上的行为,有网友就很难理解,实在是网友看着不少明星们的炒作,越来越无底线的时候,也觉得刘雨昕是在拿生命炒作,甚至还有嘲讽,好在网上先存良善的网友更多,有人看到那些对一个自杀未遂的人说出的恶言恶语也觉得看不下去,留点口德吧。 她这样应该是抑郁,抑郁症是很可怕的,不要再对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二次伤害,确实生命是可贵的,生活是美好的。 像刘雨昕这样娱乐圈,有一席之地的明星,物质生活上肯定比很多要好很多,精神生活靠自己的努力也能获得的。 除她羡慕的张欣宇,当时在娱乐圈遭受的嘲讽和诟病想必她也是看见的,因为李晨和范冰冰的关系,张欣宇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,有人还搬出她网上用小号发泄被打压的不满。 当时的范冰冰可以说风光无限,国内外大校以后的大奖拿到手软,做到判纳的评,为甚至不少国外的媒体能认出的中国女星只剩下范冰冰。 在国际大舞台上出镜风头的范冰冰和存在感极差的张欣宇之间,像有条看不见的鸿沟。 如今张欣宇让很多人羡慕的时候,范冰冰却没了踪影,只能说张欣宇一直在努力,在坚持。 刘雨昕竟然羡慕张欣宇,希望有一天能找到一个,像张欣宇老公那样的真爱。 其实夜不晚,现在开始好好的爱惜自己,没准有个真爱就在路上等着。 只要迎着阳光一走路,阴霾总会被赶走的,只是不知道现在经历过生死的刘雨昕能否再度站起来,就算是做个小丑,让别人笑的时候,也对自己笑吧。